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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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疫調一堆的 每一區的都打來 我真的快瘋掉了 好每一區都打來 只都講一次 然後要我們去幫他收集名單 那你又知道現在大家都是用LINE 又不是用那種 有時候我們不會去留電話你知道嗎 我在防禦旅館 從禮拜六到現在 我進來我沒有開過冷氣 太冷了 我都關冷氣了還是好冷 然後 東西真的不好吃 所以我都會提前在叫東西 其實這次真的很輕症 只要你有打滿 打滿3G 我都不知道要隔離到什麼時候啊 因為 我就說很莫名其妙就是 你進來了 我到今天早上才被捅了一次鼻孔 大家應該有看到新聞吧 就今天就是也就有說自己確診了 然後呢 今天 下午的時候就是我們在防疫旅館 然後就有一個廣播聲音出來了 然後說就是請我們把隔壁的床位 就你看到隔壁的床 我們將那個床位清空 然後說 防疫旅館現在就是一個空間裡面 一室就要兩個人 等於我之後我不曉得我會遇到什麼陌生人 然後我就問單位說 那像我們是就是同一個病原 然後也在同一間旅館 我們能不能排同一間 結果呢 他說不行 不能移動 我說這樣不是很奇怪嗎 如果說我們的病毒不一樣的話 跟我們確診跟我們的那個狀態不一樣的話 那排進來的人 如果他跟我不一樣 那不就是交叉感染嗎 對 對 那麼 那 我